花飞花,雾飞雾 这个东西说它是花,它不是花 说它是雾,它也不是雾 那夜半来天明去的还有什么呢? 人们猜想的就是梦了 但是这个答案不对 为什么呢? 下一句说,来如春梦几多时 表示它是像梦,但它一定就不是梦了 所以花飞花,雾飞雾 其实是一种比喻 据说苏东坡曾经从这里获得过灵感 所以写出了似花,环似飞花 也无人习从较坠这样的句子 苏东坡所讲的是洋花柳絮 那白居易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不晓得,来如春梦几多时 表示非常的短暂 而去似朝云无密处 清晨的云霞虽然美 但也只有一刹那的时间 太阳再大一点点 这个朝云也就不见了 哎呀,白居易说了一连串的比喻 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他在讲什么 这些比喻环环相扣 反复地以一种鲜明的形象 来图出一个没有说清楚的寓意 这首《花飞花》想要图出的 其实也就是生命里面所有事物 都是短暂意识难长久 所以呢,要很珍惜 这首词被白居易自己编在了 属于感伤的作品当中 那么被编排在感伤这个部分呢 还有什么作品呢? 比方有一首叫《真娘墓》 它追思的就是一个叫做 真娘的年轻女子 她的感叹呢,是说 世间有物 这个人世间那么难得的美好女子 难留脸 是不容易被尘世所挽留的 另外还有首叫《简简吟》 说是 大都好物不奸牢 采云易散流离碎 都是在说 美好的东西好像都不能持久 而这两首诗也都是追悼诗 因此 当花飞花被归类在感伤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大概也就可以判断出 白居易当时是为什么样的目的 而做出的作品